大家好,欢迎来到菜刀解说三宫杀 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的一期视频 本局录像是由我们观众发给我的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把它做成视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的,我们直接来看录像 这个选件框的话是有两个选择 一个卫国和一个无国 很多玩家可能是卫密会选这个寻遇夏侯敦 寻遇夏侯敦这个组合强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如果你有一个死血队友的话 可以虚虎敌人,掉血,然后刚裂打伤害 然后再给队友补牌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组合 非常厉害真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孙策这个武将 在上上一次更新完以后 online上更新以后 他跟周泰配合的时候 就是他灵血,就是进入不去以后 就是灵血的状态 依然是有那个浑伤的效果的 所以说就是说 这个孙策周泰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算是一个小boss啊 非常非常的厉害 当然你要把孙策放在副角 所以主持角应该也是这个 对吧,也是我们看过刀哥直播的 刀哥直播上里面也讲了 孙策这个周泰真的非常厉害啊 我用这个组合基本上没有输过啊 基本上用好几次基本上都赢了 非常强这个组合啊 真的非常强啊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一局 到底发生了什么 会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 然后我们的队友蒋亲 一定要这样了 出来看内裤 看了一下八号位的内裤 杀了一刀 然后七排过 没有放A 没有问题 吴国嘛 还是尽量不要放A 然后这个二号位 跟着他的节奏去杀了一刀啊 这个感觉就有点像吴国了 这个人 对吧 感觉这个有点像吴国了 我们这个也是代劳丢牌 留这个杀闪桃 没有问题 吴国嘛 回头外进了 留杀闪桃 尽管你是周泰 刘备 刘备人得一万张牌 刘备说 这个局 那边也不是魏国的 可能就是个蜀国 或者群雄的 对吧 出来这个 哎 兄弟 那个可能是蜀群啊 兄弟 你为什么去打他呢 莫名其妙的 这黄忠祝龙 有点坑爹啊 感觉啊 这个黄忠祝龙 的确有点坑爹啊 有点坑爹 小诸葛 你看这人 50%的几率 是你的队友呢 对吧 刘备都给他排到 你还去杀他 这个黄忠祝的坑爹 这个时候 这个7号位啊 这时候去拆了一下 4号位 呃 新手都会以为 这个人是蜀国 但是我在我看来 这个人肯定不是蜀 他是蜀国 他会亮的 兄弟 他不会按着跳的 因为按着跳 有可能会也的 多二的一种行为啊 对吧 他这种行为 应该只是装蜀 他应该是一个 能力比较强的组合 他现在不想亮 他想装一个蜀国 希望小诸葛 去打这个吴国人 不要去打他 还有黄忠祝也不要打他 然后他找机会 一波去 做事情的一个人 然后这4号位 开始嗶嗶说 7号位你要野了 7号位说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啊 因为他不是蜀国的 他怎么会野的 4号位说 我要出来了 你要野了 开始在这装 但是这俩货 都在这装了 都在这装 然后小诸葛 小诸葛去打这个 蒋钦和小乔 小乔出来了 这哥们儿 只是在嘴炮 嘴炮说的是属国的 其实只是不希望 刘备跟祝容去打他而已 小诸葛也是非常 非常辣机啊 感觉 感觉真的非常辣机 无奈江东小王八 孙伯福 小王八出来了 蒋钦好像要求逃了 小诸葛 真的是一顿操作 猛如虎 一看伤害 只有三啊 伤害真的好低啊 感觉啊 小诸葛这么多张牌 就打了这么点伤害 这个操作肯定是有问题的 打得不好啊 这小诸葛 明显应该先 这个先去烧 一直烧这个蒋钦 烧完以后 再用火烧莲莹啊 等等等等 最后再用火烧莲莲 和铁锁莲 火烧自己 对不对 然后这个 咦 救了一下 我们主书家 救一下这个蒋钦 三写的还是要救一下的 毕竟马上就动了 而且你不救的话 收三张一头牌的 原来是一只大师 大师这个中乐了 不过还好 能够耗尸出来 感觉还不错 给小乔分三张 我们看小乔是谁 是不是香香 哇 不是香香 好伤心 是香香 睡一下流宿就好了 顺手牵羊 这个小诸葛 这个跟蒋碗飞衣 搞了一发 拼这个黄忠 没有拼过 可能也可能是 手上也没有什么杀吧 只是点 这个没有距离啊 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也没有武器 只能这个戏牌过了 这个岸匠应该不是属国 他没有亮 他是属国 这轮就亮了啊 这岸匠也不知道什么身份 留备 继续忍得 把所有台都忍得给小祝国 希望小祝国打一波伤害 把那个鲁素给烧死啊 然而这个七二位说 我是飞哥给牌 兄弟 他是属国 他上轮就亮了 他跳的根本就不像属 这祝绒你怎么能给他的祝绒 说实话 祝绒这两张牌应该给鲁素啊 给鲁素 反正鲁素被乐了 你给鲁素两张牌 自己换两张牌 他是属国也无所谓 你给鲁素自己拿两张牌 你给这个岸匠 这个岸匠拿两张牌 他能干嘛呢 携天子 对不对 你这个莫名其妙的啊兄弟 你应该给鲁素的 因为鲁素大概率被小祝格烧死了 这黄忠祝绒就太年轻了啊 哇 你看看上去 我们分析的果然没有错 兄弟 我绝对不是说 因为看过录像 才这么分析的 兄弟 这个路人的尿性啊 被我摸得一枪二楚 我打到四万多 就果然了兄弟们 这个都 对吧 这点你也能 你也能相信啊 然后袁绍放箭 那这样的话 鲁素应该就死了 那我们看看 我们的这个 主数点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吧 基本上感觉 他们都要死的感觉 他们都要死的样子啊 这个小祝格能扛住吗 八卦阵 六手牌有八卦 但是小祝格应该是卡红牌了 因为这个刘备把所有的牌都给他了 可能有红色的装备什么的 他还跟他打无限 我觉得你这个没有必要打无限的 保不住的就是 真保不住的 真保不住的 你没有必要去保这个刘备 应该无脑保自己的 发动一下不屈 留一张闪 可能想防个九杀什么的 还是出了 袁绍看一眼暗奖 看看是不是群雄的 放箭 小祝格说群雄救我 袁绍看了暗奖 反正放箭了 也没有救那个暗奖 看来暗奖不是群雄的 可能是个卫国什么的 因为是吴国的话 感觉当时也是可以出来的 是蜀国感觉也会出来 对吧 也不像群 这个袁绍看着他还这么大 也不是群 所以可能是个卫影 好吧 真的是个垃圾卫国 袁绍放箭 此时不战 更待何时 火烧连营 无中生有 放箭放箭 哇我们主持角已经这个五步区了 非常坚挺啊 非常坚挺 还不够 然而并没什么卵用 袁绍并没有收掉小祝格和我们主持角 看来这个最硬的人 袁绍最怕的人并不是魏国呀 袁绍最怕的还是庞统和周泰呀 哇哦 好坚挺啊 七步区了兄弟 哇哦 八步区了 这个小祝格其实烧这个主持角 我觉得没有什么毛病兄弟们 真的 因为他把主持角烧死以后 他能收人头牌 他两起两手牌 跟这个袁绍马腾单挑的话 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对吧 只不过袁绍现在有个加一嘛 他可能会比较烦 比较烦一点 那现在没有办法了 小祝格你这样 我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要来打我 那我只能无脑搞你了 对吧 那我们就搞死小祝格的了 重铸一下 水烟弃菌 铁村连环 火沙 武乃江东 小王八 孙伯福呀 这话把袁绍打到了一席啊 感觉还可以的样子 袁绍决斗 收了小祝格 因为这个孙翠已经气不去了 连一个装备都没有 这袁绍想跟他单挑也没有问题 哇 袁绍还有两头 所以就感觉主持者叽叽死没答了 兄弟们真的 感觉好难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下这个主持者这个技能 兄弟们 他现在是八步驱 八步驱其实就是灵血的状态 依然是有魂伤的啊 这魂伤就挂在身上 非常厉害呀 真的非常厉害 然后到了自己的回合 发动魂伤的时候 他才会有英魂和英姿的效果 回合外是没有提示这个英魂和英姿的啊 没有的 只能八点他没有距离 这个没办法 又加一马 袁绍也一直断杀 挺悲伤的 摸了个玉玺 感觉不错 这样的话可以摸四张牌了 我们英姿的时候可以摸四张牌 哇 袁绍又断杀了 感觉好厉害 好爽 继续英魂 袁绍表示 我就是不丢这个加一马 你奈我和 袁绍摸了个杀 杀他 结果还是坚挺的挺住了 这一轮的话就被八关了 主持久就可以杀一刀了 先开个桃圆结议 再远交进攻火烧连营 哇 没有杀好伤心 好在摸了个八国阵 不过这个加一马没什么卵用啊 对于马腾来说 人家有马腾的 哇 好厉害 这个八国阵判火 其实主持久刚才被这个火烧连营的话 我觉得是很多人的话 可能都会选择这个丢装备了啊 但是你说有个八国阵 你说不丢装备的话 已经久不去了 丢装备吧 哎呦 真的是 运气非常好 已经坚挺到十步去了 难道这局我们要翻盘 难道孙策周泰真的有这么屌 火杀 掉火离山 哦 又摸了一个条 不过现在一个条 说实话用处也不大 主要是袁绍一张杀 可能我们就死了 赶紧打伤害啊兄弟 激昂 好的 弃牌 袁绍再断一波杀 感觉我们要赢啊 好吧 袁绍吃了个桃 还能再扛一轮 哇 袁绍好像要再见了 我们有一张邪天子 以令诸侯 可以把嘉义马丢掉 兄弟这边应该丢嘉义马啊 丢嘉义马好一点点 雷姆斯 哦 四张牌 然后袁绍最后也是 非常淡诚的在聊天光说了一句话 说开挂的吧 其实我觉得这局游戏可能孙策没有开挂兄弟 不是可能是孙策肯定没有开挂 我觉得这局游戏输的原因可能是你自己遭了天谦兄弟 因为你之前在那装逼装蜀国就算了 装逼装蜀国这个是谁谁都愿意去装一下对吧 不希望蜀国打自己 可是你装了逼装你还要去打字还要嘴炮对吧 说你是蜀国的怎么着怎么着的 还要跟曹仁在这互相嘴炮 兄弟嘴炮是遭天谴的你知道吗 是不会痒的你知道吗 以后对吧打国战老实点对吧 你装就装身份就装身份了不要嘴胖嘛对吧 好的 今天这局视频呢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这个菜刀的视频多多的提意见 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站起这个520房间去这个看菜刀的直播 菜刀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左右 都会直播这个路人这个国战 基本上都是直播这个适配片 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我的新浪微博是砍你烟用菜刀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